美国热搜的关键字是一个湖 在拉斯维加斯的米德湖 这个湖为什么会登上热搜呢 是发生了一个我觉得很像恐怖电影情节的事情 他们从5月到7月下旬以来 已经发现了三具的遗体 就是因为这个湖因为干旱的关系 水位一直降一直降一直降 那它本来这个湖的最高水位大概有到365公尺 结果这样20年来 这样真的真的这样 现在降到只剩下317公尺 这落差很大 对大概现在每周 因为最近这个很热热浪的关系 大概每周都下降有30公分 很多很多 那结果就发现说 怎么有多这 就是在最近又多发现了一具遗体 那大家都在探讨说 怎么会这个地方很像发生这种 就是黑帮电影的情节 原来是这个米德湖附近刚好就是拉斯维加斯 那这边其实是有点龙蛇杂楚 所以说就会有就是这种黑帮 跟可能杀了仇家等等之类的 这种故事 就是不断的在这一区出现 那不知道说这一起最新的案件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 警方还在调查 但真的是太离奇了 所以登上了美国的热搜 所以感觉好像就是 有些人突然不见了 结果有可能就在这个湖底里面 你也不知道 所以大家就觉得蛮惊悚的 好 接下来看完美国 我们来看英国 英国就是Henry Stiles 为什么是他呢 因为英国有一个一年一度的水晶音乐奖 这个音乐奖很特别是由 这个英国跟爱尔兰的音乐家 音乐企业高层 还有记者等唱片工作人员 组成的一个评审团 就他们现在要把这个前一世代的成员 Henry Stiles第一次他就入围了这个水晶音乐奖 那他是在第三章的个人专辑里头 入围了年度十大的专辑 那他的对手是一名英国的这个歌手 Sam Fender的这个专辑 还有另外一个是英国的饶舌女歌手 但因为这个奖落谁家 大家很期待 他但是要在9月8号才会公布 没有这么快 不过已经成为了英国的热搜话题 好 这个娱乐的焦点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 日本这个热搜的关键是MetaQuest 2 那这个MetaQuest 2 它其实之前的名称叫做Oculus Quest 2 那这个头盔呢 它其实它有分就是 你的这个记忆体的容量嘛 125啊 256版本 现在都涨价100美金 本来的话大概就是2299美金起跳 所以那时候不找网友就会觉得说 还算入手 算这个入门门槛的这个第一首选 因为比较便宜 就现在一条条了100美金 大家想说 很贵耶 100美 对 那其实它因为它 因为价格跟其他来比相对 这还没讲价钱了 相对便宜哦 所以这个Meta它去年的 这个Quest 2的这个出货量 已经达到1000万部 那这个很多消费者就是觉得说 其实啊你之前哦 不只说这个你涨价失去了 这个入门的意义啦 你现在其实涨价 他们觉得只是在从这个VR装置 在捞一些油水 他们觉得Meta是在捞油水 所以说才就是网络上面骂声不断 可能日本也很多人在买这个器材 所以他现在觉得涨价 真的是什么都涨 就是薪水没涨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韩国咯 韩国的这个关键字叫做职业棒球啦 那为什么会职业棒球呢 其实它讨论的蛮有趣的 它在讨论这个美国大联盟的 第一位非裔球员就是罗宾森 因为它的纪念馆27号在 这个纽约的曼哈顿剪彩开幕 那它的遗孀哦 这个瑞秋也担任这个主剪彩人 那甚至非裔的纽约市市长 艾瑞克也都到场向这个罗宾家族来致意 那这个纪念馆蛮不错的 是它有这个4500个 由这个罗宾森家人跟朋友提供的展品 包含它的什么总勇自由勋章 跟盗旗队的制服 不过在9月才会开放 那我觉得大家可能关注它 是因为罗宾森这个人蛮传奇的 因为他是第一位 在这个美国大联盟的非裔球员 因为过去这个种族的关系 它可能只能在这个非裔联盟里头 但他进到了这个美国大联盟之后 他也遇到很多问题 这个教练可能会有一些有色的眼光 甚至队员也很有敌意 但他真的很努力哦 他一直不断地在为队伍 拿下关键的每一分 所以后来球员也都接纳他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 那他的背号是42号嘛 所以后来也成为纪念他的象征之一 甚至4月15号这天还是罗宾森日哦 因为他那天是他穿着到齐队的制服 这个以先发一类手的身份 登上了大联盟的日子 所以我觉得韩国热搜这个话题 代表说其实这个人 确实让大家感受很不一样 其实我们自己现在听到这个 也觉得蛮励志 蛮好的 对因为毕竟这个非裔的球员 我们现在看在运动场上面很多 比如说NBA最多就是非裔的球员 但是殊不知从以前到现在 他们有经历过很多的这个挫折 然后才有说现在这个 比较平等的这个局面出现 对所以就还有个纪念馆来纪念他 好我们接着来看香港咯 好香港的这个热搜关键字呢 叫做授勋名单 这个港府呢 他颁布了一个2022年的授勋名单 今年呢有890人获得这个勋章 那这个算是创下史上最高的一次 那其中是有7个人是获颁这个最高荣誉的这个紫金勋章 那其中包括谁呢 就是现在的这个特首刚 香港特首李家超 他获颁这个大紫金勋章 是不是有一点批评声出来 对但是其实他们说呢 颁发这个受勋的这个名单 其实是前特首林郑月娥颁布的 所以说跟不是这个名单是因为就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拖到最近才公布 那这个李家超呢 他获颁这个大紫金勋章呢 算是现任特首中第一位获得这个大紫金勋章的 可是因为通常这个颁奖典里的时候 都是特首颁给这些 对那他自己颁给自己 对大家现在就在最好奇这个想说 那颁奖典里那天你是要自己颁给自己吗 还是对就是现在就是大家这个讨论的议题 就是在这边了 所以登上了香港的热搜 好接着我们来看台湾 台湾主要是一个天气的状况 这是热带性地霜啊或桑打台风 因为现在在这个台湾的东方海面上面 那大家很关心他接下来的动态 不过他对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的 那不需要过度担心 不过因为可能会对天气造成一些其他的 额外的状况 尤其可能会有一些热带性的地下 会有扰动的情形 所以接下来可能台湾的天气 并不像过去 我们感觉到好热好热 会有一点点零星的降机率 所以大家就还蛮关注到 这个台湾的天气动态 所以成为了热搜的话题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新加坡 新加坡关心的是这个谷歌赚了多少钱 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 他们发布财报了 但是呢这个财报啊让这个市场好像不如市场的预期啦 那他其实这个第二季的财报 他们营收是增加了13% 但是呢跟去年的同期相比哦 去年同期是增加了62% 差非常的多哦 所以说他而且他西乎很多的这个营收都是下滑的 像他的广告营收呢就是指增加了12% 然后他是说因为这个行销人员的这个加大支出了还有这个通膨的压力 所以没有办法突破很高这样子 那YouTube的广告营收呢 也是指增加了5%还有这个Google Cloud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流量等等哦 这个这些增加的幅度都不如市场预期 那这个Alphabet的这个财务长还说啦 哎他觉得这个接下来美元哦 如果这样继续强势下去的话呢 其实对他们的营收会更更冲击啦 因为这个这一次的这个美元这个那么强势哦 其实已经让营收已经整个下降了百分之三点七个百分点 那其实Alphabet他这些大型的这个跨国企业哦 他在各地都有嘛 所以他们都会受到这个美元汇差的影响哦 造成冲击 这是这个新加坡的网友非常关心的议题咯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